大陆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率领大陆代表团抵达瑞士 大陆外交部表示 根据中美援手9月10号通话达成的共识 杨洁篪将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这也是双方继3月在美国阿拉斯加会晤后再次碰面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 说美国会继续寻求负责任地处理同中国的竞争 两人谈话除了想替中美紧张关系降温 南华早报报导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任务 就是促成中美两国元首峰会 让拜登和习近平碰面 因为两国自从2020年1月15号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 就受到疫情和美国总统选举换人影响 贸易谈判次数大幅减少 原本外界预期月底要在意大利罗马举办的G20峰会 两人能碰面 但彭博报导习近平以回国要防疫隔离为由 表示并不会出席 中美竞争中台湾也是关键因素 针对共机近来频频咬台 美国表示关切 国防部长也做出回应 左离右侧两个吵架 我们在中间 吵架或者打架当中 砖块飞标板头飞 我们能够不紧张吗 中美较近各有盘算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认为 美国将以不公平竞争为由施压 迫使大陆持续对美采购 大陆则是会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经贸组织 扩大加强自身影响力 美中近合将进入二部曲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